那各位進到OneNote之後呢 您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這也是另外一種翻轉學習平台 你可以選擇用標準的會員的 這個方式把它點一下 那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用社群的帳號 但是比較不鼓勵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有些人就是設的那個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也許會登不進去 你可以用其他的都OK 另外一個 如果你想要Email註冊也可以 你就點這邊輸入你的Email 但是呢 這種方式就是你要去收一下認證信 然後去你的信箱收一下認證信 如果是上面這個社群的就不用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第二種方式呢 如果你覺得我就想要先來試看看 早上你們上那個教學APP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匿名的方式登錄 那我們在OneNote這邊也有類似的 它把它稱作反科代號 好你按下去呢 你滑到這邊來之後 按下去就可以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好八位數的代碼 那下次呢 如果你想要繼續學習 你的學習紀錄一樣會留在這裡面 好你只要把你的代碼打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就可以繼續學習 所以呢 你在這邊 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好 那取得之後呢 你看我了解 這樣就進到我們的今天的這個平台裡面來 好今天這個平台裡面 那剛剛應該馬上就忘記代碼是多少 沒關係 你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 代碼還在這邊 那麻煩各位就是進來之後 因為每個人都是匿名的 所以在這個編輯資料這邊寫一下你的姓名 好 這樣會比較知道你是哪位 如果你用社群帳號登錄也不用擔心 你在這邊改的 是只有OneNote這個網站上看到的 好你原本你 比如說你用別的名稱 在你原本的平台社群帳號裡面不會改動 好 不會變更大 那各位進來之後呢 這個平台也是 就是有很多 就其他老師的資料在上面 好 我當然也是很多啦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預設我們進來是在課程裡面 好課程裡面 所以這樣你就不小心 知道老師是誰了嘛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的資料呢 會放在這個群組這邊 好群組 所以待會呢 你可以點到這個群組裡面 發現裡面的群組 來 已經看到在這裡有沒有 我們已經在第一名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現在已經進來了 就點它一下 按一下右手邊的加入 這樣就OK囉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為大家準備的這些所有的教材都在上面 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OK嗎 好 好 好